张海龙的话,仍然显得他心中十分不安,对于这样一个已深受打击的老人,我时事不忍再去追问他有着什么秘密,这一天的其余时间,我并没有再出去,只是在沉思着,寻找着什么可供追寻的线索。 我想到了那两个特瓦族人,准备到张海龙的别墅的附近去寻找他们,我一直想到晚上11时,电话响了起来,我抓起了话筒,耳机中传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声音之后,忽然传出了红红的声音,叫道,表哥,表哥,我连忙道,是,红红,你可是接到我的电报了吗? 我不得不惊叹这个世界的科学成就,我和红红两人,远隔重阳,他那边是白天,我这里是黑夜,但是我们,却可以通话,红红道,是啊,而且,我去调查过了,我十分兴奋,道,调查的结果怎么样,快说,红红的声音模糊了片刻,我未曾听清楚其中的一两句,但在我的一再询问下,我明白了经过, 张晓龙在他的毕业论文中,提出了一个生物学上前所未有的理论,但被视为荒谬,最要紧的,自然是张晓龙提出来的理论,究竟是什么,但在这一点上,我却失望了,因为,红红告诉我,沈月毕业论文,只是几个教授的事,而且,毕业论文在未公开发表之前,是被保守秘密的, 而张晓龙在撰写毕业论文之际,又绝不肯让任何人知道内容,所以,当毕业论文没有发表之前,只有七个教授,知道张晓龙所提出的新理论,更不幸的是, 这七位生物学教授,在三年来,都陆续死于意外了,七个人一起,死于意外,这自然不免太巧,这使我相信,一定有一个极有力量的组织, 在杰利毕史张晓龙的理论,不为世人所知,这个组织只有力量,是可想而知的,因为它不但能使绝度是等人,在这里,意外死亡,也可以使知道内容的教授,在美国,意外死亡,如今,我所面对着的,就是这样一个,以恐怖手段为,家常便饭的组织。